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 这里是由金明制作主持的FB新鲜事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再次带着听众朋友到外面去逛艺术展 我们再次来到金车文艺中心的南京馆 那目前正在展出的是马如龙的油画创作展 那这档的展期是从现在开始到2月26号 开馆时间礼拜二到礼拜天上午11点到晚上的6点钟 那金车文艺中心南京馆 它就位于台北市的南京东路2段1号3楼 固定星期一修馆 稍后我们也要开始来介绍这个马如龙的油画创作展 那如果是外线时的听众朋友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粉丝页 在粉丝页也有详细的一个作品照片 那在稍后我们再介绍作品的时候 听众朋友也可以随着这个作品的一个照片 一起来跟我们同步来欣赏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如果是北部的听众朋友 在听完我们节目也希望你亲自来到现场去看展 金车文艺中心南京馆 它是免费参观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就来到这个南京馆 亲自来专访这个马如龙 哈喽你好 嗨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 那一开始马如龙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是一度从本科系一直画到现在对不对 对就从国中毕业以后 我就是念父亲上工 然后大学的时候是念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 那在父亲上工的时候也是选绘画组 然后研究所的时候是念师范大学 然后美术系研究所西画创作组 那更早是从小就一直在画对不对 就是自己在涂鸦这样子 对就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 在幼稚园的时候吧 我就会拿那个作业布空白的作业布 然后自己画格子就画四格漫画 画小乌龟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有哪一些漫画的影响吗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 那个时候应该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有印象的时候就是在画小乌龟 然后可能小乌龟走路啊 然后小乌龟买东西之类的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有被影响了 大概是国小的时候就有被影响了 因为我都会 因为我们家里有订报纸 然后我报纸的有一版 它就会固定连载四个漫画 是蔡志忠先生的四个漫画 我每天都会把它剪下来 然后我就会再拿一个空白布 然后我每天都会去固定去把它剪贴 这样我就可以一次把它 就是收集看完 就可以免费的看漫画这样子 是孔子说孟子说那些吗 还有西游记 是是是 对就是搞笑的西游记这样子 然后跟家里环境有关系吗 父母亲有从事相关的 没有 我的爷爷是军人 就是台湾光复的时候拨迁来台的 那我的爸爸是在车动会上班的公务员 然后后来做导游 那我妈妈的话 也都没有跟就是艺术从事有相关 家里都没有人在画画 可是你在你的介绍里面有提到说 你从小爱画画 也是跟家里那时候是可能没有人陪伴的关系 是不是 对就是 因为我是独子 然后我爸妈不在我身边 因为他们我爸的车动会在桃园 那我家是在万华的眷村 那我妈妈也就是没有跟我爸爸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 那所以我就都自己跟车恋 我爷爷年纪很大 我是属狗他也是属狗 他大概好像大我七十几岁吧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话跟他说 虽然跟他很亲 可是就不知道怎么把心里的话跟人家讲 所以我就都在画画这样子 可是住在眷村应该就有一群玩伴 对不对 没有 那眷村是我爸那个时候有很多玩伴 那我那时候那些眷村的小孩都长大了 而且我爷爷不喜欢同学到我们家里玩 他是比较严谨的人就对了 对我爷爷也是摩羯座是很严谨的 所以他就 我就只能自己在家里 也不可以出去喔 我也他们也不喜欢我跑出去 我放学小学是四点钟放学 如果四点十分没有回家就会被骂 那他会盯你功课吗 会 爷爷也不会 但是我叔叔跟圣圣会看我的功课 都会先帮我先修 所以我可能就小学 还没上小学好像就 就会被九九惩罚了吧 就他们就一直叫我学这样子 所以这样变成你从小因为在这样的环境 造成你就把你的一些情绪就 转移到漫画上面 用画的来移转这样子 对除了很喜欢画漫画也很喜欢看漫画 但是家里又不准我买漫画 不能订漫画 我都就是拿吃饭的钱然后省下来 偷偷藏在衣服的口袋或什么 偷偷戴以前有很小本的漫画只卖十块钱 小叮当之类的这样子 现在就哆啦A梦了 反正就 那个时候就想办法藏在 藏起来 想办法夹带回家就对了这样子 那到复兴商工有整个解放的吗 那种感觉 就是终于自由了 自由的时候应该是我爸爸从车动会 转调回来就在台北上班 然后后来我原本是跟爷爷他们一起住 那我国中升国中的时候我爸想说就是 跟我一起住比较好 他就另外租了一个房子 那我变成我跟我爸爸一起住的时候 我爸爸又很忙 他就很常出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自由了 就没有时间管你 对我就可以买漫画 所以那时候是高职 对国中念完去念附近商工是念高职 那还记得在高职在整个过程跟同学的相处 那时候大家程度怎么样 就很开心 我一开始以为进附近商工是去画漫画 因为他们来招生的时候 那些就是看板都是画蝙蝠侠忍者龟 这些就是那个时候最红的人物 然后我以为是去画漫画 就不是耶 进去以后发现是画素描水彩 然后就想要怎么被骗了 可是我又不可能就是跟我爸讲说 我别念这样子 不可能 也不是说对那些没有兴趣 而且我进附近商工的时候是好不容易才进去的 因为我爸爸那时候给我五百块 叫我去报高职连招 私立高中职连招 那时候还有连招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一样的那个机车这样子 那我五百块我没去报连招 我拿去报附近商工独立招生 因为那时候他是读招的 那等于我如果没有去念附近商工 我那一年就没有学校念 对所以我就去念 但是我被打 就我爸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是我已经考上了 然后他不得不让我去念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 就被痛打一顿这样 打你的原因是因为 你自己做主去念美术吗 对因为我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做 而且他不喜欢 他不知道画画可以做什么 然后所以他就很生气 就觉得说骗他 而且没有照他的话去做 然后都没有在管他在说什么这样子 那三年你有没有抱着一种 很想求表现的一种心态在学画 就是要证明给他看 那时候你会这样想吗 那个时候因为我完全没有术科的基础 通常一般的学生 他们去考附近商工的时候 他们都会先去画室学画 会学一些素描水彩的基础 比如说这进屋要怎么摆 或者说这水彩要怎么上 我完全不会 我那时候考附近商工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拿铅笔画来画 其实都不够黑 然后拿碳笔一起加好了 这样子黑的比较快 可是其实铅笔跟碳笔 是不适合混用的这样子 因为他们材质不是可以互相结合 不容易 那所以其实我素科分数考的很低 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学科还可以 所以就还是有进附近商工 那进去以后 苏科就是高一的时候很难跟上 就几乎跟不上 就是班上画最差的就是我们那几个人 那到高二了以后 才慢慢就是跟上 然后老师也开始 就是有注意到说 我其实可以画 但我还是都没有在画室补习 因为有很多同学 他们以前就是国中的时候 有在画室补习 但是他们到了高中的时候 还是有在画室补习 因为画室可以辅导他们 那他们也会进步比较快 因为等于是你课后有一个人教嘛 那我还是没有 因为我不敢跟爸爸拿钱 因为附近商工学费本来就比较高 跟功力的高中值比起来高 那我就不好意思 而且爸爸他们不懂 就是没有学过花 他们不能理解说 为什么你去念一个画画的学校 你还要花钱去请人家教你画画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你原本就是在念一个画画学校 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会这样说 那我就不敢跟他讲 所以我都没有在画室补过习 那我就是自己画 那老师给我鼓励 那我就常常去问老师 后来所以老师才说 高三的时候我们高三才分组 有雕塑或是设计或是绘画 或是水墨等等之类的组 那他就说 马龙我觉得你很适合去念绘画组 你要不要去选绘画组这样子 所以我才去念绘画组 这样算是你追得非常快 因为本来你是高一的时候 是画得比较差的 然后到了高三 他居然会建议你去选绘画组 而且高三的时候 我们高三有两个展示很重要 一个就是上学期的元旦展 因为上学期的学期末就是元旦展 那下学期就是毕业展 那高三的这个元旦展呢 就是我高三的导师 就是他们也 他也有就是教我画画 那就是画画就是油画 然后等于我画这参加学校的元旦展 然后就变成优选这样子 就是全校五个人就优选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糊里糊涂的 就得名了这样子 因为但是老师说就是 他那个时候他跟我讲 因为等于就是 我就是画一画嘛 那我问老师说 还要画什么 然后老师就说 你画什么画什么 然后我就很认真 只要他跟我讲 我就一定想办法把它画好这样子 那就是放学的时候 我也都留下来画 那等于他就是 后来他才跟我说 就是说 其实我满努力的 然后虽然说技术不是很纯熟 因为高中生嘛 可是就是其他评审的老师 觉得你很认真 然后就加上你的题材 他们真的觉得还不错 所以就选我了这样 那我觉得是 就是学那么久 第一次被肯定 就是在高三的时候 所以这也是造成你大学 还会继续念美术系的原因 对这是很大一个原因 然后那个时候的老师 他就跟我讲 我那时候也没有感觉 他就说 马罗 其实你很适合去教美术 你虽然现在还不行 可是我觉得你的个性 跟你跟老师之间的沟通 跟你跟同学之间的沟通 然后他说 你以后将来可以考虑看看 就是去当美术老师 就是当教职这样子 然后他也建议我大学继续画 所以如果我高二的老师 没有建议我高三选画画组 可能我都不画了 那我高三的老师 如果没有建议我念美术系 可能我就不选了这样子 他会这样建议你 是不是你的讲话条理比较清楚 他觉得你很适合教话 是不是表达方面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问他 我那时候就听一听 我想说还那么久 我根本没有想过 我要当老师或什么之类的 我那时候只想 教女朋友 拿来求 然后玩电动 就是年轻人想的事情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未来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只在想说 我们父亲上工的人学科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都画画没有念书 那我想要念大学 我要怎么样念到大学 那个时候就只在想这个 都没有想到就是 以后我的职业 然后那时候你说高一有一群 你们画得比较不好的 那时候是不是你们几个感情就特别的好 高一画得不好的 有一些就没有升到高二 就默默的都转走了 就离开了 其实真的很少 应该说我们连画得好的 大学都不一定会去选美术系 那何况是我们这些原本画的 没有那么好的 而且有一些他程度不错 但是他不见得他选绘画作 对 他可能去选电脑绘图 他可能去选设计 他真的他想要做这些 所以 而且以我们现在来看说 当时我们觉得画得还可以 其实现在看就是说 他稍微有点造型的能力 当然不是说 真的就是天才大师的幼苗这样子 所以真的很 就是 他就是很像一个滤网 一直滤一直滤一直滤 很多人就这样慢慢被滤掉 不管他画得好或是不好 那我就是 虽然本来没有画得很好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 就真的很想画这样子 然后就 一直坚持 因为我大学也 我是 最后一届联考考的 我也不是 我也没有考到美术系 我考进台译大 但是我的弱点 因为我们是填志愿 我的志愿没有填到美术系 美术系比我还高 我只填到 现在的 古迹修护 古迹修护我填进去的时候 我是到大二的时候 我转系 对我转到美术系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瞎画画 我就是喜欢画画 所以 无论我大一转 没有转走 因为美术系没有名额 但是我大二我就再尝试 就是说我一定要 转去美术系 我要画画 所以 就成功被我转进去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 排除万难的 想办法一定要继续画这样子 所以这一切的根本 就是因为高三 那个老师的鼓励吗 就是让你立定志向 就一定要到美术系去 高二高三的老师都对我影响很大 他们都就是对我影响很多 因为高二的老师张宏斌老师 他等于他是素描水彩油画 全部我们都是他教的 我们那个班他就是教我们 所以他看的很全面 因为有些老师他可能只有叫素描 单一的 对他看不到你整体的学习的状况 跟你对那个绘画的那种热情 那等于我高二的时候是 他一直在鼓励我说 你画得不错 你多画一点 你没有去画室 你还这么认真 不错这样子 所以我就越鼓励我 就越认真 越想要好好画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说 然后他去跟我讲说 你要进绘画组 事实上我是最后一名进绘画组的 我们选组是要看我们的校排名 我的校排名是全校第533个 我都还记得 535个是我的好朋友 他因为要跟我进绘画组 可是我是最后一个 他进不了 然后那个时候高三的那个老师 联名人老师他也跟我讲说 你就是最后一个 就到你了 他就把那个本子盖起来 你就这个 他说我这么幸运 因为如果我没有选到绘画组 我可能我不知道我大学会去哪里 所以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种缘分吧 就是遇到好的老师 然后就是无形中一直推着你 往美术这条路上一直走这样子 对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些运气 因为你看如果 我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假设我在后面一个 那我高三选了设计组以后 可能我大学就去选设计相关的科系 我就我也不知道我还会不会画画 对啊 那后来到大二就是真的回到美术系 大二到大师那几年有真的 你自己觉得你有真的很开始认真在画吗 还是还是在半推半就的状态之下 进美术系以后觉得很开心 但是更开心的就是 其实变成说有件事情就发生了 那因为我本身除了喜欢画画以外 也很喜欢唱歌 然后班上的同学朋友就是 一直说那你去参加歌唱比赛啊 就真的去参加歌唱比赛 想说好啊 其实我那个时候的初衷是觉得说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爸爸也会常常跟我说 虽然我考进去台语 他很高兴啊 因为是公立的大学嘛 然后他他也是在想说 那你以后能做什么 你画画可以干嘛 你除了当老师以外 那你还能做什么 我那时候也是想说 对啊 因为家境也没有说特别好 他想说 如果说唱歌 那可以赚钱的话 那也可以尝试 然后就参加歌唱比赛 结果就莫名其妙就 比到很前面这样子 那很忙 然后就变成 学校的人都知道我是谁 然后他们就安排一些训练 变成说我的时间就瓜分掉了 除了画画以外就是 那时候就一直在考虑说 我到底要唱歌 然后因为有签唱片约 后来我有签唱片约 就在想 我要唱歌 走演艺的方向 还是我要画画 所以大学那几年就是 一直到我快要毕业 我才决定说 好我要继续画 你说你后来签了唱片约 然后就一直 大学就等于是游走在歌唱跟绘画的路上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到毕业就决定还是要继续画 因为我 那个时候公司希望我不要去当兵 希望我晚一点去当兵 就是一直沿壁这样子 技巧性的 所以我在我大学 再加上我转系 我念了两次大二 所以我总共在大学待了七年 对 就破纪录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应该学校要办一个那种 终身成就奖给我 就真的没有人待那么久 就很少 因为大部分你最多你只能待六年 那好我待了七年以后 前面是唱片约 后来就是他们就说 唱片的环境没有那么好 那你的条件还可以这样子 那你要不要去演戏 你多一个工具嘛 对对多一个机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不排斥 那我就去就是去上课啊 那去演戏这样 但是我演了戏以后 就快要毕业 那我就想说 他这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我 我的演艺没有发展得很顺遂 那我爸爸也一直 我爸爸又出现了 他就是一直会在旁边讲说 你要为自己留一个后路 演艺这个东西 他是不确定的 其实我爸爸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他就说 那些东西都是多少人想 可是很多人没有做到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一技之长 你现在既然已经到台 你已经就是学到这些东西了 那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留着用 留着让你以后可以吃饭 那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想说那大学的学历还不够 我还想要再念研究所 而且大学的教授 他们也鼓励我说说 你应该要继续念研究所 那我就想说 那我既然念研究所 我要准备一些作品啊 那可能我要参加一些比赛啊 这样子才会在教授 对对对对 那等于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认真的话 再加上其实那个时候演艺其实没有很忙 那我就好 那我就决定了 我就要认真化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是2006年 07年的时候 就是我在当兵之前 所以后来一业之后还是先当兵吗 对不对 我学士毕业以后我就先去当兵 然后当完兵以后 我就想说那我要认真画画 我就没有做演艺这个东西 我就去公司好像要上班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爸就讲说 你看我都是照我爸爸的画 我都很听我爸爸的画 其实就是他说 你看你 因为我当完兵以后 我退伍半年 先在家参加比赛 就是我画画嘛 就看比赛征件有什么 需要什么作品 我就画这样子 那当然所有的人他不是说 很多人他刚比赛不是 一比就第一名这样 因为当然我们知道 前几名才会有奖金 对 那后面他可能就是 一些参加奖 或者说你有奖金 可是那奖金并不多 就可能一万两万三万 而且他不是每个月都有嘛 因为我们生作品要时间 那前面还不是那么稳定的状况 我爸就跟我讲说 你应该要就是去工作 去见见世面 在社会磨练一下 因为他觉得我都一直 就是好像都没有出去社会过 是不是我很害怕出社会 然后只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那我跟他说不是 那既然你这样子觉得 好 那我就先不画 我就去一般公司好好上班 可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将来这些画画的东西不能掉 那我比较实际的方法 比较折重的方法是 我开一个画室 类似才艺班 那我可以教画画 但是我开才艺班 我开画室的话 我要怎么去了解 因为我没有做过生意 我们家人没有 没有人开过补习班 那我就想说好 那我去补习班上班 那这样子我去学他们就是怎么去经营 补习班 对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就这样了解 比较不会就是贸然就是拿了一笔钱 然后去投资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样的头脑 对那所以我就真的去补习班上班 去南洋街 去台北车站那边 他们都是学科的 他们不是完全不是画画的 这是数学啊什么英文 那但是然后规模又很大 可是我在那边学 就觉得说就是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子 所以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 那把钱存下来 然后再加上我爸就觉得说 好吧看你好像就真的很认真 而且他每次问我说 你将来要做什么 我就说开画室 你将来要做什么 我就说开画室 他就想说好吧 这怎么劝你好像你也真的都 都这样了好 而且你有听我的话 你真的去工作 那好那我也赞助你一点 那后来我就成立工作室 我就一边成立工作室一边画 那一边我就继续考 这四大的研究所 所以你整个绘画的事业 就是在研究所毕业之后 包括你现在的演艺事业 也是在研究之后吗 等于我考上研究所的 因为说我开画室的那一年 因为人家讲说 孔子说三十二历 那等于我画室就是 在三十岁的时候开的 就在我就选在我生日那一天 那这样我就比较不容易忘记 为什么一忘记东西 然后就好 所以这样就很好记嘛 三十那我也是那一年 我就考上研究所 因为我当文兵回来 要去工作以后 可能我觉得对我的 人生历练或是生活经验 对绘画还是有帮助 所以我的名次就变得比较好了 那名次比较好的时候 我去师大就考上了 那考上我念研究所以后 那研究所指导教授也 等于他们也就是 也有在指点我 那我进研究所以后 看到东西更多 那同时就是 以前认识的一些哥哥姐姐 就是演艺圈的哥哥姐姐 就是工作人员 他们就问说 你真的不做了吗 就是就问我说 其实你可以再试看看 那我也没有排斥 我说其实我本来就没有说 我排斥我不要做 而是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工作 没有什么戏就对 对那后来他们就这样子讲 我说好啊可以啊 那你们就看 你们看我可以做什么 我没有意见这样子 我就尽力做 那所以可能运气运气吧 那后来就陆陆续续 好像变得工作就变得比较正常 比较顺啊 那画画的话也变得说 出去比赛也比较容易 有好的名次 所以到目前为止 就是这等于这三年半 就还就比较顺劣 那画室的话也还可以 就是也有一些学生这样子 你觉得这两个工作 彼此有没有什么 相辅相成的地方 或者是他可能会是互相干扰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讲说有八大艺术嘛 那八大艺术里面那你绘画也是一种 那表演艺术也是一种 当然还有其他音乐舞蹈等等 电影也是一种 那我个人会觉得说 其实在从事表演工作 跟在从事绘画的时候 它其实都是一种经验的累积 就是人生经验的累积 因为常常都会有人说 其实艺术就是真诚的表现你自己 包含演戏也是啊 那我们在做表演的时候 我们不也是就是把我们自己 去在生活之中累积的那一些东西 或是我们去观察到的那些东西 去把它诠释 去把它释放出来 藉由我们身体我们去释放 那绘画也是 绘画也是说我看到什么 那我去释放的是我自己 内心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两个东西是相通的 对 可是有时候在创作过程 它一定要有一些规律的生活 它不管是你要固定白天画或晚上画 可是你拍片有时候是 嘎戏的时候是时间是会颠倒 或者是说可能要几天几夜这样子 会不会影响到你创作的时间 有因为我的时间等于 就是瓜分了四块 因为第一块是说 我画是我要教课 第二块是我研究所我要上课 我是学生 那第三块是说我要拍戏 我是演员 那第四块是说 我要创作 我是迅速创作工作者 那你看老师 学生 演员 然后画画的人 等于他这样子 我这四样 他是要去share我的时间的 那所以变成说 原本在设计这一年的各展的时候 没有想到说下半年会这么忙 因为等于是拍一个带状播出的戏 他必须要一直一直接着一直接着 那他有占据我的时间 好在是我是一个 比较不喜欢就是火烧屁股的人 我比较喜欢把事情先规划好做 因为像譬如说这个文艺中心的这个场地 我也是早早就申请好 因为我想说我毕业各展时间很充裕 但是我会觉得说总是会有一些变数 提早准备 对因为我提早准备关系 所以我来得及画完 不然的话我可能会画不完 可是在片场你怎么样去 因为我知道片场其实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不管是老演员 或者是像我们这种新生代的偶像的这种演员 那你在片场你通常都会做什么样的功课 来证明说你你是适合这个行业的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在片场 他可能就是打瞌睡等他的戏上 他就演完他就继续打瞌睡 我的习惯是前一天或是前两三天 我就会先把我当天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已经知道 这个剧本上有写一个 比如说这台词很多 然后这个走位很多 这个很复杂 我不会前天晚上看 因为我就是不喜欢 就是这样子很不容易 所以我会 只要他出了我看到 我都会好几天前先看 因为我觉得应该说背东西 人脑的记忆是需要反复的去提醒 所以我要 比如说好我四天前我就先看过一次 然后我两天前我会再看 确定我会有没有记起来 我前一天晚上我还会最后再看一次 对因为我自己帮自己总裁就对了 那我当天的时候我就其实 我不会拿着剧本 因为我会要去感受 因为跟别人 因为其实画画跟演戏表演最大不同的是 表演有别人 画画没有嘛 你自己画布 就这样子 那但是表演的时候是 别人会有跟你有流动 不管是情绪的或是身体的 他都会有流动 那你要是怎么去感受他那个流动 就说 我们讲的很实际的 对方有可能会改词啊 你印记你的台词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把这个人 譬如说我现在演的是一个英文老师 我是一个老师 那他本来就跟我的生活有一些重叠 我们重叠的地方在哪里 可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那我要去抓到这个重叠的部分 这样子我就不用去印记那些台词 因为我就是他 所以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成立的 因为我就是他 比我去记这个台词来 就是印记说 他讲完这个 我要讲这个 他讲完那个 我要讲那个 来得好多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记得你要说什么 到了现场的时候 你就是感受 然后去发挥 因为剧本上写说 校园某个角落 可是你要到现场 你才知道导演让你去哪里 譬如说对 譬如说是旁边的花圃 那你是不是会跟旁边的背景 有连结 对 对啊 那这些东西 如果你一直记得 你一直在想 我要说什么 我要说什么 这台词是什么 那你没有办法跟它连结 所以你要先把台词收好了 记好了 那譬如说旁边有花圃 或是旁边有同学 同学走过去 你跟他打招呼 但是有可能 基本上没有写 那你就 你就有些人他就会 没有跟人家打招呼 那导演会说 那学生走过去 你都不跟他打招呼 这个剧本上没有写 可是就不是这样 因为你忘记了 因为你是一个老师 所以 这个剧本写什么东西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周遭发生什么事 譬如说有个球 因为学校都会有体育课 那有个球丢过来 你就剪 对我就剪起来 还给他 学生说谢谢 我就说 不会 对啊 这个都很自然 这个本来剧本就不可能写到这里 对 但是我们就是 灵机发挥这东西 就是你要把它内化这样子 所以我习惯到现场 我就是要观察 然后 我习惯不要把手机 一直戴在我的身上 因为 就是到现场的时候 因为他会干扰我 因为我一直focus在上面的时候 我就不会 打开我的耳朵 去感受就是周遭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 应该说 现在很多年轻的演员 他就像刚才李大哥讲的 就是 睡觉 要不然就是滑手机 滑手机一直滑 然后剧本在手机 我觉得这样 比较危险 他们可能天分比较好 可以这样做 可是我自己 我不敢 而且教我表演的是郎竹云老师 跟陈佑芳老师 他们的 这是深教研教 我记得 所以既然我是他们的学生 我要知道就是 他们是怎么教我的 我要怎么做这样子 怎么讲 因为我觉得 所有的工作都是 你必须要讲究 就像是我 我到了研究所以后 画画这些东西 因为通常我们 父亲商工的人 基础工很要求 所以 我们以前就觉得 像就是好 好就是像 对 像等于好 好等于像 那我们看一张画的时候 他就会变得很 视野变得很集中 就是 我就是在看像不像 这个手 这个人 画的不像 不像就是不好 但其实不是这样 对不对 但我们 讲得很 明白的时候 就是退一万步看的时候 艺术怎么可能是这样呢 但是那样子的年纪的时候 他真的会去影响你 就是日后去看画的时候 因为我们等于高中 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会画嘛 那这三年 学校的教导 其实他并不见得是 是错的 他不是错 只是说 他会让我们 有那样的感觉 因为高中的时候 比如说 一个高一的学生 他学了一年 你刚才讲说 我们现在来画一个抽象 他不懂 因为他手都不会握紧 他怎么会放松呢 因为抽象是一种放松的感觉 可是当我们都不会握紧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放松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的东西 那 变成说 到了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 画画这些东西 它很自由的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你这档的个展 就是你用这个太空的一个 估计的感觉 也是反映在你自己过去内心的 小时候曾经的一种印象 对不对 然后你这档也等于是 你整个硕士班的一个成果展 毕业成果展 它等于是我的毕业展 那跟我之前创作的系列 有一些不同 因为我在之前画的时候 我刚进研究所的时候 画的东西跟以前的连结 就是比较 也应该是说 那种感觉比较 没有那么个人的风格 可能是比较 比较像学生的那种感觉 那指导教授也跟我讨论 那后来我 我觉得啦 就是跟我的生活的经验相关 那我自己本身 很喜欢看就是科幻电影 比如说像《地心引力》啊 或者是像《星际大战》啊 《星际大战》是比较 popular的这样子 那《地心引力》它就是 《地心引力》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孤独的一部片 它里面只有一个女主角 从我到尾就是她 那还有一个男生 对 乔治克隆尼 但是他出现的时间很短 对 等于就是他们两个 那他就是我感受到 一个身为一个艺术创作者 在面对艺术的时候的那种 自己一个人的孤独的感觉 然后跟面对这个艺术圈 你会不知道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 它本来就没有规则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 但是却是很迷人的地方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师 对 对 那这样子的心境 我觉得就很像是太空人 他在太空中探索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起来了以后 我觉得说 那其实这一些在外太空 在探索的太空人 虽然他都看不到脸 可是其实那就是我自己 那他探索的地方 其实也不见得是外太空 他可能其实就是我内心的世界 这样子 所以我就把它作为一个 我现在表现的一个手法 这样子 好 那聊到这边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那稍后就请马如荣 来帮我们介绍他的作品 那现在帮我们介绍 你的第一件作品 叫做《咒无极》 对 然后是去年新化的一个作品 对 其实这次展出 几乎都是我这一年 2016年 对 这一张作品 其实看得到 就很明显的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太空人 他在往 在往画面的左边走 那画面的左边 他有一台车 现在很像那种登月车 他登月车上面绑了好几个气球这样子 那有一个气球 他就是在右上角这样子 已经飘走了这样子 其实他看到这个画面就是除了上面一片漆黑以外 然后就看到下面很多很多的石头 那这些石头就是可以让人家就是慢慢看 他有很多的细节 那主要的话 这个太空人王 这个登月车上面绑的这个气球 跑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像 他在外太空 然后奔向他的 希望 因为他开了登月车以后 他当然就可以 回去所在的地方这样子 那 左边上面的 有一个隐隐若现的 好像也不知道是不是地球 就是某一个星球的这个样子 是不是他的家 不知道 但是 这个 感觉就是说 它是往一个希望去迈进这样子 虽然说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冰冷 很孤寂这样 但是它是往一个希望的方向去走 这个画面唯一有色彩的是气球 然后你气球你也没有刻意去用一些比较强烈的颜色 比如说大红色啊 你就是很单纯用一个蓝色这样子 是你就是整个画面就是塑造 它是一个很很寂静很冰冷的感觉 对 我就是 因为其实 这一个系列里面的气球 它都担任着提升彩度的一个作用 因为 这些表面都是 几乎都是无彩度 很像灰色调 那这些灰色调之中呢 但我在画气球的时候 就要去考虑说 这个气球的颜色我要怎么去搭配 那如果说我们用彩度很鲜艳的东西的时候 它会比较接近一种 比较浪漫 比较像童话的那种 但是我又不想说 把它设计的好像很 很可爱 我希望做出一点区隔 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太空 都是比较可爱的 比较浪漫的 很像小王子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就是偏偏不想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要传达的是说 这个东西是危险的 对 它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东西 所以我才取叫宙无极 就是宇宙原本就是一片虚无 而且它没有声音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太空中声音是没有办法传递的 其实太空也没有办法绑气球啦 这个我有问过我的那个表弟 因为他是化学系的这样子 我问他说太空真的可能 就是可以绑气球 他说不行 因为没有气压 而且那个不管是氮气 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温度上 下面就是放出来这样子 对 所以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整个灰阶的这种地面 是不是他非常的难处理 因为看起来 虽然感觉好像很简单 可是整个温石的眼里 跟灰阶的色彩 是不是很难去掌握 对不对 应该说是 其实这个石头 就是要化很久 当然这个颜色啊 要把它维持在一个状态下 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的调色要 要准这样子 对 那这个石头的话 是要化很久 真的 要花很长时间这样子 所以整个构图是你本来 就心里有这些构图 还是你去拍的一些照片来画 来模拟了 基本上有一些照片 他是 美国NASA太空总署提供的 因为NASA太空总署 应该是这样子讲 我们在从事绘画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从事绘画很大量需要 图片去参考 对 那有些人他是 会自己拍 那有些人他在网上找 对 那网上找我们要注意到 著作权的问题 对不然会有侵权的状况发生 但是美国NASA总署 他的 他从太空拍回来的这些图片 他都已经声明说 他是让全世界的人类去使用 公开的 他是没有就是说 这个你不能拿来做什么 做什么 所以 很多东西都是我 我从那边找到 但是 譬如说气球 或是星球 这些东西 或者是人 我可能就是都会去 组合去找 这样子 不会说一张照片 我就直接把它拿来 然后就是照画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介绍有一幅 非常特别 就是 除了气球的元素之外 他居然还有个女孩子 然后这件作品叫做 是无限大 对 它就是无限那样 就是一个数学的符号 8 然后把它躺下来 这样子 对 那这个无限其实 是 等于我这张 这一系列 这个展览 里面最大张的作品 这样子 那它除了有 前景近景中景 都有太空人 它只有三个太空人之外 然后它的 最前面等于是有一个女生 很像是 很像是一个影像这样子 因为我把它做了一个 就是有点影像的 那种杂讯的处理 对 因为我觉得 我们常在看那种 科幻电影 譬如说 星际大战好了 是不是都可以拿出一个装置 然后就在你的手场上 然后就很像一个V这样子 就跑出一个影像 一个影像 对 或者是全席的 那你以为 它就在你那边 其实 不是 你伸手去摸 它其实是一个影像这样子 那我觉得 这种 人啊 或者是说 当我们在观看的时候 这种影像的 这种 杂讯的感觉啊 就很像是 你心里面 有时候会出现的一种 感受 那这种感受 它不会是永恒的 它只是一个 短暂的 那我也觉得 也跟这种 太空的这种未来感 因为当我们 譬如说我们现在都可以直播嘛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手机都可以视讯通话嘛 那这些影像 其实未来一定会 越来越进步 像VR 现在都有VR的头盔 对 你可以虚拟实境 那这些东西 是未来一定会出现的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 我只是把它先画出来 那这一幅 跟刚刚你那个 那上一幅 又有点不一样 你这幅好像就 你看气球红色的 就跑出来 包括还有个娃娃 感觉这个画面 是有点冲突感的 对不对 在这个整个冰冷的感觉 加了很多现代的元素 在里面 嗯 因为这一张 我当初我就是想要画很大张 那等于说 就是有点是这个展览的代表作 那我在画的时候 会想说 每一张画 想要让它表现的有点不同 那有些东西 它是变得是很孤独的 那像这一张的话 我就想要把它稍微画的热闹一点 那画热闹一点的时候 如果说全部都是没有彩度的话 我觉得又有点太单调了 所以我还是有加一些 有彩度的东西进去 对 那除了旁边的一个探测车以外 还有上面它有一个土星 土星还有一个土星环这样子 就是我增加了一些 东西的可看性去平衡说 如果说这张画 那只有太空人 那没有彩度 那上面没有东西 我觉得也太少了 那除了这个影像的断讯之外 那我还有那个娃娃 那那个娃娃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 很像那种卡通布偶这样子 对 那卡通布偶 其实就是代表一种 像刚才李大哥讲的 我对于绘画的初衷 就是 因为太空人 上太空 可以拿的东西不多 一般人 我们看到就是 太空人可以带什么 太太的照片 就是带在身上这样子 或者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手环 他只能带一些小小的东西 他不可能带一个很大的东西 那为什么他选择 拿着这个布偶 可能是 他小时候他最喜欢的一个布偶 那 其实布偶 他这个东西 一定是对于他的主人做连结 因为 比如说 我们很常拿着的一个布偶 像我小时候有一个小猴子 可是这个猴子 跟其他人 他看他就是 是没有感觉的 对 可是对他来说是最有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我自己提醒我自己 他就是一个最初的那种 你为什么画画的一个东西 他拿着这样子 好 那回到我们的正题 这个女主角到底是谁 这个女主角是 好 这个就是拍戏的好处 因为拍戏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 之前跟我合作的一个女主角 那 我觉得他很适合就是 当模特 就是借我拍摄资料用 因为刚才我讲 因为当然 那个星球的表面 也许有资料 可是人物的话 一定要自己拍 对对对 你看到的都是别人拍的 所以他就是个 线上的女演员就对 对 那我就 特别邀请他 来我工作室 然后帮我拍一系列的照片 所以 这一系列的展览 只要我看到有人 都是他 没有别人 总共有 一二三 四张 对都是他 所以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林真义 林真义 对 就是没有真义的意思 林真义 对啊 最后马如龙跟我们谈谈 你希望你这一档的个展 你自己有没有锁定的一个观众群 你希望什么人来欣赏你 这系列的作品 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因为我有做演艺工作 一般我们都知道说 会来文艺中心或是画廊看画 都是固定的那些人 比如说画廊的同业 像我们学艺术的好朋友 朋友圈 那还在的话就是 可能长家 他们固定会跑一些地方 但是我希望说透过这一次展览 那透过我个人 比较有不一样的身份 那我有 就是去推广 希望可以让更多 不一样的人 他们可能以前没有来看画 那今天因为知道说 我在这边有办一个画展 那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来看画 这样子 那希望让更多不一样的人来 把这个美术教育 或是平面艺术的 这广度去做开发这样子 就希望有更多 包括你的粉丝 能够来欣赏你这一档的一个作品 对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边 谢谢 谢谢